現在呢,我們還要再做一個轉場特效 就是所謂的卡外骨 不過在做之前呢,因為我們現在這裡 現在這裡是不是有三個塗層 如果你要靠同一個效果 什麼叫同一個效果,就是說 我們在這裡的時候,你要完成這樣的 這樣子 它要有這個 就是你現在看到3D,三度空間的感覺 你要看到有這樣的感覺的話 那我是不是要針對這三個塗層一起做 那如果你一個一個個別套用比較麻煩 所以呢,我們在AE裡面也有類似 那個,像我們不是那個 資料夾的概念嗎? 或者是群組嗎? 我們這裡也有 你可以把這三個一起選起來 按右鍵 也可以找到,有一個叫precompose 也可以到塗層這邊 也有一個叫precompose 這個 什麼叫precompose 中文直接翻叫 預合成 預備嘛 對不對 也就是說,先把這三個組合成 類似群組的概念 那你要編輯它的時候 再進去裡面 再進去裡面 所以我就來這邊 先把它組合起來 它會變成一個新的合成 這樣子 我就針對這個 來套用一個濾鏡就好了 這樣有那個概念喔 我就不用做三個嘛 因為做三個你反而比較難控制 這是我們針對這個叫precompose 這樣的概念 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謝謝 謝謝